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,高雄8号,洪米,洪豆为前景看俏品种,高雄区农业改良厂,今天将栽培技术一转给大辽区农会,农会总干事洪采梅表示,高雄8号不用喷洒干燥剂,有助建立安全有履历的洪豆王国。 记转合约签约一事在大辽区农会举行,由农改厂厂长林景和洪采梅代表,农业局副局长王正一,高市农会理事长肖汉俊及大辽区农会理监事会干部现场管理,洪采梅开心的说,就像把高雄8号取回大辽。 林景和说,高雄8号生长期约82-87天,栽种天数更短,落叶效果佳,不用喷洒干燥剂就能采收,有豆粒鲜红,烹煮容易,颗粒饱满,松软绵密,香味浓郁等特别,市场前景看俏。 他指出,目前红豆品种有混种问题,采收时落叶,干枯不一,为求方便机械采取,并使用如巴拉一等干燥剂,造成农药残留等问题,但高雄8号落叶整齐一致,约8-9成以上,不用干燥剂就能采收。 红彩媒表示,台湾红豆每年种植面积约6000公顷,年产量约9000-11000公顿,产地集中在高雄和平东大辽红豆种植面积约330公顷,未来8号红豆将与进口红豆区隔。 大辽区农会早已推广生产与力认证,农会表示会配合政府友善耕作,推广8号红豆栽种,搭配产销模式,打造大辽味红豆王国。